俄罗斯国防部6号发布消息称 当天计划进行的被扣押人员交换工作 被乌克兰方面取消 因此俄罗斯方面有理由相信 被乌克兰扣押的俄罗斯人员中 可能出了问题 俄方还指出 乌克兰长期以来 一直在破坏被扣押人员的交换工作 俄罗斯或将向乌克兰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要求出具被扣押俄罗斯人员的 健康状况具体报告 据介绍当天原定交换名单上 共有251人 经过多轮审核和筛检 最终确定38人的交换名单 乌克兰方面目前还未就此事 做出回应